以上 諸說 移植 詩 穩陀 講法穩陀 罪報追隨 故輾轉三途 屢劫難出 痛不可言 祖師大達 教誡我們 我們要記住 為什麼 因為遺識 阿奈耶識倉庫裏面所存的 不外於神明紀錄 同生同明 那兩位尊神 自適內訓天神外記 每一個人能避免 你相信 你自然從現在起 斷一切惡修一切善 不再有惡念 好啊 和阿彌陀佛的願相認 信願持命 求生淨土 必定 得勝 生到淨土 阿奈耶識倉庫裏面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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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消除 會轉變 為什麼 阿奈耶也不是真的 真的 只有真與智性是真的 永遠不變 阿奈耶一轉變 就變成大圓鏡子 不可視矣 轉白色成四肢 轉阿奈耶成大圓鏡 轉末藍 為平等性 轉意識 第六意識 為妙觀察 轉前五色為成所作 你看 八色就轉了 那好啊 如果 我不懂得轉色成智 會懷疑 我做的那些罪業能轉嗎 你跟她說她不相信 她天天怕果佈現前 怕災難現前 災難果佈沒有可能避免 白色未轉動 靠誰 靠誰 我們如果不靠定 奧彌陀佛 實在 沒有指望 我們轉色成智 要靠奧彌陀佛 四十萬元加持 才有效果 才有效果 所以 後面 念腦那句話 講得非常好 內外佈 內外皆記 聚報追隨 故輾轉三途 輾轉不止一次 到三途裏面去搞輪迴 雷劍難出 痛不可言 她在六道裏頭 畜生道 變成惡鬼道 變成地獄道 地獄道 變成畜生道 變成惡鬼道 她永遠就在這三道裏頭 打轉 她不會到人道來 什麼時候才能到人道 佛同我們講 三途一道五千劫 換句話講 五千劫 那麼長時間 在三惡道裏頭流轉 燒她的罪業 燒得差不多了 五千劫 可以來人道了 人道時間短不長 如果在人道裏頭這一生 又造三途罪業 來生又墮三惡道 換句話講 得人生的機會 是五千劫有一次 人生難道 佛法難聞 難在哪裏 你能明白 這個事實真相 你就知道真難 是五千劫 才遇到一次 我們現在遇到了 如果這次沒有辦法順利往生 換句話講 三惡道五千劫 五千劫之後 再碰到一次 這句是佛菩薩 跟我們講真話 不是假的 太可怕了 真的明白了 真的明白了 是不是要徹底放下萬元 一心尊念阿彌陀法 念道功夫成片 往生極樂世界有把握 和阿彌陀法見面了 你肯發持悲心 不怕苦難 叫這個身體 在這個世間 再多住幾年 答 你自己有這個願望 佛菩薩也幫助你 好像可賢老和尚那樣 受阿彌陀佛祝父 多住幾年 他住世一百一十二年 往生極樂 如果憑他信願辭明的功夫 取得往生極樂世界 我估計最多四十歲 他就自在了 四十以後 那麽長歲月 他老人家的慈悲 他老人家的慈悲 那麽長歲月 他老人家的慈悲 那麽長歲月 他老人家的慈悲 最好榜樣 特別是為念佛人做好榜樣 他為了這麽住世的 他不是為他自己 為自己早日往生,都是好事,都是難能可貴的。 究竟圓滿的好事? 後面那幾句,我們要記住,輾轉前面一句, 聚報追隨,輾轉三圖。 呂劫難出痛不可言。 剛才講過呂劫,五千劫遇一次做人的機會。 如果生天的機會不止五千劫,很難。 道就講到這裏,下面第三段,淫。 這裏跟我們講做業受報,第一個殺業,第二個渡業,第三個淫業。淫。 分兩大段,第一段,亡命淫日。 又分兩小段,第一段,拜家如禮。 我們看經文。 其三者世間人文,相恩寄生,壽命幾何。 不良之人,身心不靜,上懷邪惡,上念淫日。 泛滿空中,邪泰外逸。 廢選家財,視為非法,所當求者,而不肯為。 這段是第一段,經文比較長些。 為什麼? 這些是人常犯的。 那一段,很痛苦。 所以,佛多講幾句。 我們看念腦的註解。 我們看念腦的註解。 三明淫我,以及因淫我,而引起之貪親等我。 經文,相恩寄生。 記者,託也、父也。 託父的意思,此句,指眾生由於相互, 間致葉孕而出生於世。 人來這個世間,為何要五千劫才遇到? 實在是因為世界太大了。 五千劫,你不僅在地球。 不是太陽系。 不是銀河系。 在哪裡? 大乘經上講的。 釋迦牟尼佛的報徒, 他的教區三千大千世界。 這麼大的範圍,你在裡頭繞一圈幾千劫。 我們看底下四句。 在哪裡? 以示好心。 以示好心。 世界是安立。 但羊不成。 但羊不成。 讀陰不育。 羊是男,陰是女。 世界安立。 從哪裡來的? 老子講得好。 陰陽五行。 下面講。 夫婦相恩相成。 又父子相恩, 君臣相智。 社會很複雜。 為什麼這麼複雜? 不是偶然的。 我們來這個世間, 你認識的人, 你遇到的事, 都不是偶然的。 無量因緣, 錯綜、複雜。 而造成這些現象, 只有佛菩薩, 但羅漢癖之佛能看清楚。 我們世間人, 如果沒有佛菩薩教誨, 沒有聖言引導, 事實真相, 我們永遠不會理解。 西方發展科學, 現在最進步的量子力學, 量子確實, 豪了不起。 他們發現, 宇宙的奧秘, 物質現象是什麼。 最根究底, 將物質現象找出來了。 原來物質現象是假的。 與佛經上講的一樣, 般若心經道佛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如空, 空不如色。 色是物質。 空是精神現象。 會從哪裡來的? 會從空中發生的。 空中怎麼發生的? 有緣, 那個緣就是念頭, 起心動念它發生了。 如果沒有起心動念, 就沒有物質現象存在。 所以佛講, 相由心生, 一切化從心上生, 正確的。 從心上生, 那麼我們有沒有心上, 沒有心上就沒有物質, 物質又回歸自性。 梁子發現這種現象, 用這種現象來解釋佛經上講的, 心與物的關係, 就是。 和經上講的一樣, 我們對佛經相信, 不再懷疑。 我真正明白的道理, 我們念頭好, 我們身體就好, 身體是色身, 物質現象。 我們的念頭不好, 事時想著不好的事, 我們的身體就不好。 這是一定的道理。 我們從梁子力學, 幫助我們認識佛法, 認證佛所講的一切法。 我們認真能落實, 不讓它空過, 就是, 我們的念頭一定要純正, 純善, 純正。 足夠這一點, 純正, 純善, 純正。 我們的身體一定好, 我們住的環境一定好, 環境不會有災難。 環境的災難是我們共業造成的。 個人的災難是別業造成的。 佛法講, 學法念法, 佛經裡頭祈禱, 會相應, 會有感應, 這個道理, 我們就懂了。 真感明白了, 我們就知道, 自己應該怎麼做, 怎麼修正。 修行, 就是修正行為, 就對了。 用什麼心? 處是待人佔物。 用菩提心。 什麼叫菩提心? 真誠心。 再加上清淨心。 再加上平等心。 再加上覺悟的心。 就是菩提心。 清淨、平等。 我將它講成五個。 真誠是體。 它的相是清淨。 真誠。 它的作用是慈悲。 其他宗教裏面講的神聖的愛心。 是智慧。 它的相是智慧。 所以, 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 我將菩提心講這五種。 大家容易懂。 修行。 修行。 張家大師教我。 漢婆。 漢婆。 漢婆是了解事實的真相。 放下。 放下。 自在。 隨緣。 念法。 念法。 這絲是老師總年教我的。 那時我先二十幾歲,這一生依舊奉行,所以物質生活雖然艱苦些,快樂充滿,確確實實方老師教我們, 學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就是這二十個字。 第三十幾年前,我在美國寫的:「真誠,清淨,平等,正確,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念法。」 那修行,總的光靈、原則都掌握住了。 所以人在這個世界上,同人、同家人、同愛人、同眾生、同萬物都有緣分。 無緣分,無緣分,你預不到,你看不到,你聽不到,接觸不到。 相恩,我們將它讀完,這段讀完。 這句子,眾生由於相互之間的葉印,而出生於世,會所道講得好。 世界安立,單陽不成,獨陰不欲,夫婦相恩相成, 有父子相恩,君臣相志,凡天地之間,無獨立而故魂,相恩寄生。 圖子眾生,皆有共業與別業。 因彼此欲,共同之而報。 例如同一時期,同一世界而出生。 他,這句子欲,共同一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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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期。 他,這下有講,我們將他讀下去,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由因別業各國不同,由於彼此個別宿業之源。 《華為眷屬》、華為仇敵、同生於世,以常宿孕, 故魂相恩寄生也。 《壽命紀何者》,百年成被區, 短暫,無常迅速,人命在呼吸間,轉迅即逝。 但世人顛倒,不惜苦空無常,但求幻妄之樂, 欲惡撲火,自焚其甚。 神是以不良之人,身心不淨,尚壞邪惡,常念淫逆。 經文上講的這些話,我相信每個同獸看完之後, 都會有很深刻的感想,將現實的社會通通講盡了。 它裏面亦能幫助我們開智慧。 因為我們如果知道這個事實真相,應該如何相處? 應該和睦相處。 以前,無論是善緣,是惡緣,都是以前的事,不是這一生的事。 那些業力,敢認得我們現前的關係? 因為,現前關係是什麼? 抱怨,抱恩。 以前有恩的,歡歡喜喜在一起。 以前有怨的,見到就仇恨。 我們要記住,我們要記住,我們願意和睦相處好, 還是抱怨,抱恩好? 因是要報仇,就不要報了。 將它一筆勾笑。 不再報了。 以前點的岳印已經過了。 那一筆已經過了。 不要再放在心裡。 不要怨怨相報,無聯無了。 我們明白啦。 怨怨相報,到此為止。 不再報了。 虧底虧底受些傷害無所謂 以前我害他給他害我重 以前我對不起他給他對不起我亦嚴重 你能朝這方面去想怨就解了 我們結好圓結善圓 以後生生世世都好 千萬不要搞怨怨相報 那就對了 改過慈善、斷惡、修善 從這裏落手 一定要立個願望 希望我一生中 和人相處 不對納 他和我對納 我不和他對納 好啊 他將我當作惡人 我將他當作善人 他毀魄我 他傷害我 一筆勾笑 不擺在心裡 他對我的善行 我寄在心裡 感恩他 他對待我的惡作 忘得乾乾淨淨 這一生還沒有冤家 你幾自在 我們以前有很多不愉快 見面 這一生見面 自自然而產生厭惡 看不順眼 但我們如果遇到 他看不起我 我看從他 他欺瞞我 我尊重他 你就能 一件一件 一個一個 都化解了 這種叫修行 這種叫功夫 不單止和人要化解 還要和他的畜生 知道他全世也是人 做了一些不善事情 這一生度 畜生度 都要將他賞成 這些是他這一生果報 來世 來世還會做人 報盡了 他還有善業 善業就增長了 果報 善多善少 善善後惡 惡多善少 是善惡報後善報 如果自己明白真相 自己確實能改變自己的遭遇 那就是 自己真正救自己 不是人家救自己 人家救我 不是真的 自救是真的 我們看 我們看底下那段 是以不良之人 身心不靜 善壞 邪惡 善念淫逸 邪者 橫邪 不正 惡者 惡毒 不善 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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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為罪緣生諸厄固,一切眾生皆因淫慾,移入生死,故魂生死根本,慾惟第一。 淫慾 一定要將它認識清楚,然後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我,這個世界所以成就,是夫婦造成的。 沒有夫婦這種關係,就不存在在這個世界,所以它的根源要找到。 將子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物立命,那個人覺悟了。 不覺悟,它不明白這個道理,它會做錯事。 做錯事。 做錯事,自己做的罪業就重了。 來生諾三惡道,一諾五千劫,你說多可怕呢? 但是,我們人生在世間,有幾個人能到一百歲的。 好笑。 但是,一個嚴重的罪惡,令你生生世世,在地獄裏頭,出不了頭,太多太多了。 有人跟我說,我相信,他說現在天堂人很少,地獄人很多,迫動不動得。 我聽到,我聽到,很有道理,什麼原因,做我的人多,行善的人少,行善不去天堂,所以天堂的人沒有人間多。 做我的地獄,地獄人爆滿。 就用佛法,十善業來看,做標準來看,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十善業,善,第一個, 善不殺生。 第二個,善不偷盜。 第三個,善不邪淫。 身三,三善,口有四善。 吾妄語,吾兩善,吾惡口,吾倚語。 二,有三善,吾貪,吾親,吾賜。 第二,我們這一生,起心動念,言語造作,最重要握緊這十條,這十個標準。 翻個例就是十惡,身,殺到人。 口,妄語兩善,惡口已善, 二,貪賜慈,這就是十惡。 十惡必度三逃。 嚴重的十惡,就是上品十惡,無間地獄。 好可怕的。 經常這個比喻 任者十惡之人,任為家鎖。 凝聚。 博諸眾生,任是罪緣。 生一切罪惡。 一切眾生皆因淫慾而入生死。 所以佛法對淫慾看得很重。 為什麼? 沒有淫慾的念頭。 將淫慾的念頭,都換成阿彌陀佛。 生死輪迴,它超越了。 它來生不到極力世界,也不再在六道裏頭輪迴了。 我們真的,不想長住這個地球,不想受這些苦難。 將你的念頭轉成阿彌陀佛。 求生靜土,真的地球就往生了。 你的目的達到了。 下面是念頭。 忍諸經論。 佳備言,淫慾之患。 我們感謝黃念祖老居詞,用心量苦。 第一個人的沙微律。 在家五戒,畏制邪淫,出家十戒,全斷淫慾。 但乾犯世間一切男女,適命破戒。 不論在家出家,犯親就破戒。 我們跟著看下面。 乃至世人,因獄,因淫慾,殺身亡家,家破人亡。 這種是在家。 出軸為增,喜得更煩,生死根本,六為第一。 故經雲,任日而生,不如精結而死。 為什麼? 任日而生,來生墮三惡道。 精結而死的人,來生都是人天兩道。 五墮三途。 這兩個是非常明顯的例子。 由無量仇經抽藥。 富淫慾者,流轉生死之根原意, 遠離解脫之恩原也。 淫慾如果放不下。 生死輪迴,誰在此推動? 第一個因素就是淫慾。 換句話說,淫慾的念頭不斷, 輪迴就不會終止, 就永遠存在。 淫慾的念頭斷了,恭喜你, 你輪迴,離開了。 你不會再搞六度輪迴。 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譬如大賢文。 譬如大賢文。 她是一位古大賢文。 她是一位古大賢文。 生死勞弱,任為枷鎖。 心榜有情,難出來故。 這個家鎖。 披家大鎖。 這些是刑具。 在生死勞獄裏頭,就是六度輪迴裏頭。 沒有出頭的日子。 所以說難出來故。 所以說難出來故。 她不像偷盜殺生、 腦害眾生。 但是淫慾在心裏頭放不下。 她能引發種種種種罪惡。 所以她綁住你的善心、善意。 她只要一起作用,都是有害的。 如果是邪淫,那罪就更重了。 來生果報肯定是三途。 她決定去的地方,誰願意去? 惡鬼、地獄、畜生,你願意去嗎? 時時刻刻警惕自己,有這種念頭就有三途的因。 有因必有果。 將這種念頭放下,那因就沒有了。 換句話說,來生絕對不墮三惡道。 我們現在知道,三線道也不能出輪迴。 一定要下定決心, 我在這一生中,要了生死,要出輪迴。 三界就是輪迴。 六界、色界、無色界都在輪迴裏頭。 真相超越輪迴,了生死。 我勸同學,要認真收淨土。 為什麼? 八萬四千飯門,難行道。 成就不容易。 淨土飯門叫異行道。 很容易成就,但是很難相信。 難信異行。 我們學經教做什麼? 就是幫助我們認識淨土。 幫助我們斷對淨土的疑問。 斷二生信。 我們有這個飯門,有這部經典,這一生中, 絕對成就。 一門深入。 讓你們自己遇上當事。 求我你的師 AREIEST meeting, 到底在oth 愛 它意思非常廣泛 愛的東西多了 我們學佛要愛佛 要愛菩薩 菩薩大慈大悲 所以佛家不講愛 講慈悲 慈悲是什麼 理智的愛 裡頭無情 無欲 這種愛就叫慈悲 慈是幫助人得樂 悲是幫助人離苦 離苦得樂 這就是不愛 愛的行為 佛菩薩大慈大悲 普道眾生 教我們專愛接種 欲愛為罪 情慾 它是最麻煩的事情 若能自比 如自然復 您能將欲愛復住其他人 通通都復住了 愚制強力 弱者自復 言此欲化有三種過 這幾句講過實 情慾苦啊 苦多樂少 這個愛字很明顯 自古以來 我們看 問人才子 他們留下的住座 您就難看得出來 愛 愛帶給他幾多精神上的痛苦 帶給他幾多災難 它不覺悟 到死都未醒不過來 真苦啊 那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覺悟 世間什麼事醉落 念佛醉落 念觀世音菩薩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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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 佛法是落 好像是苦 在修學的時候好苦 其實它落 世間那些法 好像是落 實際上真苦 而且小味 要看到它是災 要看到它是災 不是好事 要看到它是災 不是好事 要看到它是災 不是好事 何丹 賊羅之薇羅 應受永劫之大苦 這句話是如其師寺信道講的 句句都是真話 由 賀欲驚雲 女色者 世間之枷鎖 凡夫戀著 不能自拔 女色者 世間重患 凡夫困治 致死不免 女色者 世間之枷鎖 凡夫租致 無額不治 這幾句話講得非常好 句句都是真言 句句都值得我們一生念念 記住 念念不犯 怎做到念念不犯 念佛的人知道 學可言老和尚 那句佛號 二六時眾 都不間斷 就好 正業成就 一了百了 學法 圓滿成就 這樣就對了 現在 時間到了 我們就學到這裏 我會學到這裏 小痕瀟 所詞曲 李宗益 中文字幕——YK